5航A320首度降落澎湖马工机场 特别用坑水里营机 见到彩虹民众好开心 离岛机位大爆满 现在放大机型 坐到大飞机超兴奋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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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的感觉呢 很棒 跟以前搭小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不一样 大飞机比较舒适的 首航就是满载 马工机场拉出红布条 列队欢迎首航乘客 而松山机场也因为离岛爆满 人潮回到过去荣静 他们说他们之前都坐小飞机 对 然后这次坐大飞机 感觉好像比较开心一点吧 上飞机以后 一下就可以看到底 对 所以其实在起降的时候 那种震动感确实会比较大 放大机型让旅客直呼 就像是被免费升级 为了输运离岛旅客 华信航空向台湾虎航 是租三架A320客机 7月5号开始 每天有十一个班次 飞松山马工来回 以及一般的松山金门来回 预估增加两千个机位 列容航空也放大机型 向长榮航空租借了八架A321 现在几乎班班客满 以目前来讲整个暑假的行程的话 我们在各县部分 其实大概已经卖到7成左右了 各家旅行社早就抢好房间 等着旅客上门 更推出拿三倍券买行程 可以多折一千元 也有旅行社推早鸟方案 离岛美房可抵一千元 加上安心旅游补助 可以省更多 封完离岛热潮持续延烧 三新闻中午到